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Yoyo 今天呢 就是想跟大家拍一個 What is in my pencil bag 那其實我為什麼 之前不是拍過一次 為什麼又要再拍呢 那其實我就刪除了我之前拍過那個 因為我覺得那個筆袋太小 它根本裝不完我的東西 那所以我換了一個的筆袋 那首先給大家看那個筆袋是怎樣的 那就是這樣的 那也挺大的 那就是 我是這個買的 那它有兩格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吧 那首先 最開的那邊呢 就是有些Label 那我也不詳細說 因為全部都是這些Label字 那最重要的是入面的 那首先 裡面第一樣呢 就當然 不少得塗果液 那其實我現在就 用塗果液 都是用來塗那些 橫線或者圈圈 因為用塗果液打不方便 那就是這樣的 那我覺得挺好用的 對 第一樣 然後呢 有塗果液 就當然不少塗果液 那我也是在用 自憶星 那我用完這個 就會換上 用PLUS的 因為之前 我去一間書局 就打算買PLUS的 塗果液 但誰知道它賣完 沒有了 那唯有買了這個 所以我買 即我用完這個 就用回PLUS的 對 之後呢 就有鎖 鎖 鎖 我用的是這把 這隻猴子 很有趣 對 然後呢 就會有 嗯 這個 插膠 很搞笑 我之前用那個 去黑色那塊 但用完 BOSS 對 那用完就用回這塊 那都很 即是很拆 這樣 對 然後就到一些 原子筆 螢光筆等等 那首先 原子筆就是這一枝 那這枝就是原心筆 然後有藍色 綠色 紅色 和黑色 我最主要 我平時用的 都是用開綠色 然後 紅色 黑色 最後是藍色 對 那就是自己 之後呢 就會有 YUNI YUNI就帶藍色 因為YUNI就通常 我通常就不習慣用黑色做綠 即是寫那些筆記 我通常都用藍色的 所以就藍色 就是藍色的 有這枝 有這枝UNI 還有這枝UNI 其實有這枝UNI 挺好用的 其實就 好佔 之後呢 就有PILOT的 都是藍色的 又是DROP綠色的 之後就會有 又是PILOT的 YEAH 這枝 其實這枝我真的挺好用的 而且它 很幼 Focus 即是很幼 那這枝就通常用來 即不是通常用 因為我寫筆記 通常都用這三枝比較粗的 但這枝太過有了 所以就用來做些 即可能 要寫一些很幼很幼的字 這樣就用這枝筆 之後呢 最後一枝藍色筆 就是 這一枝 這枝 這枝有點像毛筆 雖然你看上去是這樣 但它真的有點像毛筆 那你寫了出來之後 那我通常用來寫比較大的字 就用這枝藍色的 對 然後呢 就會有 這一枝的 黑色 對 是很蛇的 這枝 沒錯 對 黑色 還有一枝 那我就是用毛筆的 無人的黑色 無人的黑色 之後呢 就到那些螢光 對不起 還有一枝 還有一枝 還有一枝原子筆 就是方吉的 它是紫色的 紫色 通常都是用來寫一些 都是寫 寫筆記 就是寫筆記 這枝紫色 這枝紫色真的超好用 而且很漂亮 寫出來的 這枝紫色 我忘記了在哪裡買 好像是在日本買 但也忘記了 然後就到了 這枝 一枝受禮筆 通常用來寫一些比較粗的字 還有裙邊來用也很好 啊啊 對 蠻好用的 那就是大枝 現在就到了螢光筆 螢光筆 我帶了三枝 那首先 第一枝呢 就是我的朋友送給我的 那大家可以追蹤他的頻道 我忘記他的頻道 好像是 Tiffin Tiffinny Olaf Chan 還是Tiffinny Chan 那他送給我的 之前和Tiffinny Chan 他送給我的 對 那我也帶了他 然後呢 就有這一枝 那他就是固體螢光筆 他真的很捨 他是這樣的螢光筆 塗上他也是很順暢 那最後一枝呢 就是一枝 Littering Star 之前在天仔100買的 超便宜 還有粉紅色 還有黃色的 那沒錯 那我其實 我的筆袋呢 就不需要很多東西了 那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